春天嘛 要生而勿杀 羽而勿夺 赏而勿伐 是吧 顺应春天这种生发之气 过年回家嘛 就图个好彩头 是吧 多说拜年的话 多说吉祥的话 别给人 别乌鸦嘴 别给别人添堵 是吧 多准备点红包 是吧 这个东西呢 就是你看的这种民俗呢 其实它背后隐含着很多的这种道理 而且这个从古到今啊 过年催债 过了年三十就不催了 啥意思 啥意思呢 就是说过了这个 到了大年初一新的年开始 是吧 就生而勿杀 羽而勿夺 我们看一个著名的样板戏叫白猫女 是吧 白猫女都是黄世人B债 大年三十 是吧 就眼看着要大年初一了 他就要给他逼债 结果逼着这个杨白老就喝卤水就自杀了 是吧 喜儿就跑到深山里变成个白猫女了 是吧 这个揭示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 祸不及家人 这个债不过三十 是吧 这是一个传统